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经,我是老潘 前面几个视频一直在说这个DOT的重贷 刚才刚做的那个视频呢,是关于这个Parallel Hatcode Parallel Hatcode的重贷呢,还有两天时间结束 他有40%到45%的奖励,如果用我那个referralcode的话 有额外5%的奖励 这个早鸟行动,早鸟这个奖励呢,很快就要结束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参与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现在的状况 比特币呢,前面两天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前面在上周末的时候,连续往下走了三四天 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呢,他星期天 星期六跟星期天往上拉了一波 然后就改变了市场的这个样子 就是他现在有一个这个头肩底 然后呢,他这个头肩底 已经冲破他的颈线 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所以就开始冲 他的这个颈线呢,大概是在六五万四左右 现在呢,他已经冲破这个颈线,冲到上面去了 这就改变了市场的那个格局 如果在短期之内,只要他不掉到这个六万块钱以下 很有可能比特币在最近就不会再掉到六万以下 如果他掉到六万以下的话 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大型回调的可能性 很有可能他如果掉到六万以下的话 他就不只会掉到六万七,甚至会掉到六万二左右的价格 但是呢,如果他能够一直守在这个六万美元的上方 并且最好呢,是在守在这条颈线的上方 就在六万四,只要能站得稳 你有可能比特币最近又会再创新高 继续去挑战在七万美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呢,我昨天在这个 我前天的时候做了一个会员视频 还是警告一下大家下周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大的回调 但是昨天呢,由于他比特币拉了一下盘 形成了这个头肩底 我就在这个会员群里面就放了一个置顶消息 就是如果比特币能够站稳 这个六万四左右的价格 那很有可能这个回调呢,就不会出现了 现在呢,今天比特币已经完全的拉到这条线的上方 所以只要他能够在这儿再占几天 只要能占满六万四的价格 很有可能比特币就要继续往上跑了 其他山寨币也是走得非常的好 以太坊又创了新高,今天冲到了4800 以太坊的强势很有可能会带动其他的山寨币继续往上冲 特别是这个A,叫什么ABAX 找不到 ABAX 这个DOT正在是叉抄拍卖期间 所以他的价格呢,估计也很难掉下来 这个ABAX呢,现在已经冲到96美元了 是吧,我之前说过呢 这个ABAX 他如果能冲进前十的话 我会开始出售是吧 但是他现在呢,仍然是处在12到13名左右 他现在处在这个12名,他离上一名10币还差个9个billion 所以说还早着呢 他价格要往上再冲50%才能到达10币这个位置 所以说他要冲进前十的话 他还能再往上冲个1.5到1.6倍左右 也就是说他价格呢,能冲到150美元以上 那样的是,那样的话呢 我可能会开始出售这个ABAX 但是他还没有冲进前十 所以呢 现在还不着急 同时一起上涨的是这个FTM FTM走的也相当好 是吧 往后回调了一下 然后现在呢 继续往上冲 他这个FTM 他现在处在的位置是在排名第28名 这个还早呢 我觉得按照这个Phantom 他现在的生态结构 生态系统 他的生态很好 锁仓量非常的大 他的这个价值呢 很有可能可以冲到前15 就是在这个牛市冲到前15 也就是说他的价格应该可以 至少可以往上再翻一倍以上 甚至有可能翻三到四倍 所以呢 我现在是绝对不会出售这个FTM的 我甚至还有可能会加仓 是吧 好 顺带说一下这两个 我认为非常有潜力的币种 就是FTM跟这个 这个ABAX 然后其他加密货币 我就暂时先不多说了 算我要去上班 因为以太坊的强势 其他的山寨币都有可能 再继续往上拉盘 当然前提是呢 比特币 还要再横盘一段时间 才能再创新高 如果比特币开始创新高的话 那样的话 这些山寨币可能会暂停一下 他们的拉盘可能会暂停 因为这个资金就会涌到比特币里面去进行拉盘 是吧 暂时来说 这个山寨币 山寨季仍然有可能再继续下去 从长远来看 我认为这个山寨季呢 比特币的占比 应该是会再继续往下掉 是吧 但是短期的上来说 可能会往上涨一涨 因为比特币要往上拉一拉盘 是吧 但是长期来说 我认为这个 这个比特币的占比 还会再继续往下掉 也就是说这个山寨季呢 长远来讲 至少在两三个月之内 应该还会继续往上涨 好 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然后想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下方的加入按钮来加入 或者加入我们电报群 然后来联系我 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加入这个会员 会员群 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跟开头跟结尾的QRcode来加入 好 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